1. 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在1879年12月,制造出第一台单钢煤气发动机,L883年创建奔驰公司和莱因煤气发动机场。 经过不懈努力,它研制成功单钢汽油发动机,安装在自己设计的三轮车架上,于1886年1月29日取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汽车制造专利。 这就是公认的世界上第一辆汽车。 2. 1886年的1月29日,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为其机动车申请了专利。 同年10月,卡尔本茨的三轮机动车,获得了德意志专利权专利号,37435A。 3. 1885年卡尔本茨在曼海姆制造了一辆装有0.85马力汽油机的三轮车,采用一台辆充成刚刚0.9马力的汽油机。 4. 1886年首次完成汽车长距离驾驶的卡尔本茨的妻子波莎本茨。 5. 卡尔本茨与妻子波莎本茨共同驾驶着一辆1894年的奔驰维多利亚车型。 6. 卡尔本茨和他的家人驾车,一路颠簸到了100多公里外的普福尔茨海姆探望孩子的祖母。 7. 1890年,潘哈德莱瓦索尔利用戴姆勒发动机,制造出法国历史上第一辆汽油动力车型。 该车采用了中式发动机布局。 8. 1892年,德国移民后裔Frederick Hillen Bremer在英国制造了第一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汽车,并用自己的姓氏作为该车的名字。 9. 1893年,芝加哥师博会上的汽车照片。 10. 1893年9月21日,查尔斯·杜里埃与兄弟弗兰克·杜里埃,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展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辆汽油动力车型杜里埃Viton。 11. 1896年6月4日,亨利福特制造出他的第一辆汽车Corda Cycle,并开上了底特律大街,该车搭载了功率4马力的双缸发动机。 12. 1896年7月14日,俄罗斯的第一辆汽车Dekobla Fries在夏诺夫哥罗德艺术展上亮相,该车由于Dekobla Fries和Piatry Fries共同打造。 13. 戴姆勒公司1899年生产的梅塞德斯汽车。 1885年末,戴姆勒将一辆四轮马车进行改装,并于1886年试驾成功。 14. 威连·麦巴赫在1901年,设计了第一辆梅塞德斯Mercedes,这是汽车历史上公认的第一辆现代汽车。 15. 1909年首位驾车穿越美国的女司机艾利斯·哈伊勒·拉姆奇站在自己的座驾Maxwell三菱汽车前面。 16. 1909年,美女司机可是心遛狗了。 17. 1910年的汽车女驾驶员。 18. 1912年的双人座汽车。 19. 1915年的汽车。 20.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装甲汽车。 20. 2018年一它过去生活的 конфlyker Thanks за shoes! 20191919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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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ins IreneWestzsc Nice andLaura saben農华来生了。